2018台北時裝週Volk全球購物業14日邁入活動第二天 由老蕭蕭敬騰接榜作證 相較於許多藝人出席Fashion's Night Out 都會改造T恤強勁 熱愛經典的老蕭卻表示 沒有 你為什麼要這樣 就這樣 現在是像這樣 就是如果那個T恤比較不合身的話 就會改一下 秀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他總酷著一張臉 直到被爆出曾網購的高科技 時尚態度才因此大破功 我問完什麼嗎 長高的 11 11 15嗎 不是 我只是試試看 現在科技是不是真的 多少人跟我一起買啊開玩笑 那效果如何 效果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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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場還有安欣亞 謝欣運 溫真玲的女性共享勝局 泛泛身穿詹譜設計的星際褲裝混搭主題T恤 與黑人的Rav Lauren學員風格各有世上主張 而聊到購物的瘋狂程度 應該用肉眼看得出來吧 肉眼看得出來 喔喔喔喔喔 是我嗎 我覺得應該要看買什麼東西 對 如果是買小孩子的東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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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容易失信風 我就是 你也是吧 可能跟這Logo有關 至於心中沒如願搶下 紅毯第一美的孟耿如 尖短T恤露出滿腰小秀性感 在今天一票中信封打扮的眾女心中 算是難得的焦點 時尚東新聞報導 下集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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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集見